快速挥拳 努力找空档 台湾全级好手甘家威阿甘 31号出战巴黎奥运 男子轻刺量级71公斤级 对上美国好手 可惜最后以0比5落败 止步16强 回顾整场比赛 一开场两人就打得激烈 甘家威频频用假动作骗到对方 可惜有效级打数不够 没获得评审青睐 第二回合依然处于劣势 吃下不少对方攻击 最终回体力不断下滑之下 也没能扭转劣势 无缘进军八强 甘家威 同一时间 甘家威在南投邹族相亲 亲朋好友们制制牌子 帮甘家威加油 还考山珠来助阵 所有人一起祷告 就算没赢比赛 依然以他为荣 其实甘家威这一路走来也不容易 半路出家的他 过去是奥运全级好手黄小文 陪练员 月薪还一度只有9500 曾经萌生 退役转任教练念头 还好后来在战役中一举夺金 之后更成为亚运国手 一路过关斩将 年仅26岁的他 已经是2022杭州亚运 男子全级71公斤级银牌 全大运男子全级75公斤级金牌 四连霸 不过去年亚运时 甘家威打进四强战 因为眼角伤势太重 被判定无法出赛 更在比赛期间 得知妈妈过失恶好 然后妈妈说 没关系 反正那是你喜欢的运动 然后我那下听到的时候 很非常欣慰 感谢我的妈妈 如今甘家威带着对母亲的思念 和长期累积经验 在奥运赛场上努力 会继续在拳击场上 发光发热 TVN新闻采访团队 在法国巴黎报道 奥运前线掌握最新赛况 热血镜头 五环战场一把招 巴黎迎来第三次奥运 全球目光聚焦花多 7月24到8月11号 请锁定TVBS 巴黎奥运特派团队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